《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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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信心 神的信心 他因为 神是宇宙的 独一的创造者 一切都从来 也是独一的管理者 也是独一的承受者 一切也都要顾允 所以这个神 他是特别 独一的身份 独一的 一切都是一种 绝对性 有些人有爱 这个爱是相对的 有些人很坚强 有些坚强一点 有些坚强一点 有些不一定那么坚强 就是相对的 但是神是独一一点 祂是绝对的 一切都是绝对的 那他的性情里面 我们就特别 我们就特别 一直不把它叫做性情 这个性情 有些性情 有些是坏的 有些是好的性情 好的性情 我们人的性情 好的就叫美德 这个人 他有一些美德 那神呢 他在圣经里面 就叫属性 属是 这个属于什么 他有个特别的词 叫属性 英文叫 attribute 只有神的性 用这个名字 来称好 属性 属性里面 他有很多 他是爱美的 也是美丽的 当时神 他做出来的东西都是美好的 他也是尊贵的 他是宝贵的 他有很多 但是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四样 就是圣观 爱观圣意 这四样的性 属性里面 最基本的 好像这个颜色 有各种的颜色 但是有几个颜色是基本的 从那基本里面 能够产生出来的 很多不同的 这个属性里面 也是这样 有基本的四种 圣观 爱观圣意 那么爱 就是他的 他的心 他的心里面 那个感情的部分 还是性情 重在他的心里面 那个 心情 那圣呢 就是 他是主 那个 一个特别的一种性质 叫做圣 所以我们中国人 做法 虽然那个人 也不了解 圣 但是也说 神圣不可敬范 把圣跟圣 连成 圣 圣 只有圣 圣 他完全跟 所有的 宇宙的万有 是不一样的 是完全圣别的 然后 然后 光 就是他 彰显出来的 那个性质 彰显出来的 他是 满了荣耀 满了 光照 对 刚刚就说 他所有的行动 他都是 意 他不会有不意 任何的不意 都不是他的性质 是 爱 是 在 释业里面 他就看在 比方说 谦卑 谦卑 他不算是 但是 确实从这个里面 这个 找出 出来 他的 他的 温柔 温柔 也许跟他的 爱 有关系 各种的 各种的 一切的 正面的 神性 和神的 事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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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到神了 我们就有 各有 他的生命 好 好 这个是 你如果真了解这一句话 你会发现 真是宇宙里 没有一件事 比他再大了 嗯 你知道 一个狗 他为什么是狗 因为他有狗的生命 为什么我们是人 因为他 我们有人的生命 所以 人之所以为人 因为 有人的生命 他今天神了 他所以是神 因为 他的生命 是神的生命 那神的生命 他竟然 他就自己来 给我们 叫我们 有分于他的生命 所以 还有一件事 就更好 如果 我们 一个人 一个人 比方说 一个人 是最忠贵 最有智慧 这么一个 他可能有很多的东西 嗯 我们希望 他能够给我们 送我们 但是如果说 他能够把他的自己 那个生命给我们 那我们就能跟他一样 那 那么样的一个 能力 那么一个 圣经 那么样的宝贝 太大了 挺太大的一个 圣经 圣经 所以基督徒 我们 为什么知道 我们有神的真理 因为他生了我们 生命 不能把一个东西 飞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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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了 只能父亲生孩子 她有个生命的传书 我们今天因着信息,就得着这个神的神,所以我们成了神,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叫弟兄和姊妹,这个不是一种很平常的一种,它因为实在有这个生命的关系。 感谢主,我们都要给你,不叫几辈子恭喜,因为你得到了那种生命。 感谢主,谢谢。 感谢。 我觉得很幸运给刘弟兄亲自帮我解释了爱光圣影,我们去再好好体会一下。 但是生命有一个问题,好像你看到一棵树,开的花真是美好,这里果子真是甜美。 那你要承接这一个,它传递的生命,它会用这个种子来传递。 但是你得到这个种子的时候,你看不出那个花,那个树,那个东西,因为它都在那个基因的那个状态里面。 可是你得到这个基因,你让它生长,让它发展,它有一天就叫你,也能够像你的树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今天所得的,刚安得救,我们是得的那个树。 那已经是够喜乐,但是这个需要我们发展。 那最终的发展很容易,因为它生命有一些必须要的东西,你给它,好像我们人生的生命。 那第一,是呼喜。 我还是干涉下来,等着不服气了,换两家。 然后要哼了,要哼什么,要睡了。 它里头生命就运作了,慢慢就找它。 所以我们只要参加清净主, 所以我们跟它得到共鸣,跟我们未养,跟我们别的基督徒在一起享受他们的共鸣。 自然里面的生命就做断了,就长大了。 真是有福啊。 我想,你昨天之前,昨天之后,今天就感觉很不一样的感受。 你会不会这样感觉。 我再好话感觉一下。 有一个东西很特别。 原来啊,就是喊喊呼呼,有意,这个摇摆。 但是一信主啊。 很奇怪,你想不信,也不行啊。 很奇怪,他就信了。 原来要你信啊,也不是不愿意信,因为这些都是好朋友。 你也知道他们不会骗你。 但是你愿意信,你就信不来啊。 但是奇怪,就这么一下,不信。 嗯,这个是您的体会是吧? 嗯,这个有一个东西,这个生命有一个本能。 他就给你一个,一个,一种的度量,一种的能力。 生命的能力,一个属于你生命,有一个度量。 有一个接触,很奇妙。 我们要接触任何东西,我们用眼睛来看人生,看这个形体。 他用那个鼻子来玩味道,耳朵来做生命。 以前呢,我们没有一个本能来接触神的事。 人家说了说就搞不清楚了。 但是自从我们接受主意后,有了那个生命, 他有一个本能,他能够接触到那个东西。 当然有的人,他的接受的经过啊,不是太一样。 就像有的人信主,像那个早晨,天亮。 他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天亮。 就觉得慢慢慢慢慢慢。 四点多,五点多,五点多,就这些都在亮。 但是他觉得,哎,他就是现在就是亮。 也有的人信主啊,突然就是亮。 我自己就是一个突然的一个亮。 也就好像晚上一个流星一样。 在深夜里面,哗,会出。 那么亮。 所以我就很清楚,什么叫做星。 可以碰它,一样的。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啊。 我应该是那种,四点钟,五点钟,慢慢亮的。 慢慢亮。 他说无论什么,你也亮。 我也来亮。 个人就跟不受晨细和他一样。 就是亮的。 感谢主啊。 感谢主啊。 我会让他们特点亮。 我一天幸福日,两个同学去劝我星。 那个时候,我就念复旦了。 念复旦,暑假的时候,1944年。 我在前庭。 在后方,终日暂时,我要去找我的同学。 他们在上海医学院念诗。 那两个,一个是刚信主,一个信主很久。 但是日新起来了。 他就抓着我们一只脚去了。 就像他们抓着美。 是火热。 他是9.05的火热。 多多多。 快。 多多稍微。 你们其他的还可以留。 他们三个要是跟着。 下半碗。 下半碗。 下半碗你还能再回来请啊。 那个,刘迪兄,我会下一次再来听您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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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登str den我们年 Sud Rückseuuu. 太슨快乐了。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